而光丰地区农会推动食农教育 结合了年度幸福农村计划 四建会作业邀请了西点师傅 带领社区国中小学 进行小小西点式操作作业 以光复生产的可可果为材料 制作巧克力以及抹茶巧克力 透过了这一场食农教育 让小朋友学到了课堂以外 没有教的事情收获满满 以光复在地生产的可可果为材料 制作抹茶巧克力面团 来自各国中小学的学生分组 小心仔细地慢慢行锁 抹茶巧克力的造型外观 很开心 因为我喜欢做烹饪 我妈教过来 那你自己呢 我自己就有兴趣 光丰地区农会推动食农教育 结合年度幸福农村计划四建会作业主 邀请在地知名的西点师傅 带领社区国中小学 进行小小西点式作业学习 学生借此学到课堂以外的知识技能 收获满满 三角形还有圆形 就看周围有什么东西 然后就做什么 做饼干 还有一些点心 学习知识 体验到很多新的事物 然后有些可能在家学不到的 就可以在这里学到 耐心且仔细传授制作西点步骤的讲师吴浩文 看见学生们认真努力的学作 收获良多 也更乐于配合农会的食农教育推广 我们就是借由这个 我们也可以跟小朋友告知说 不是做每件事情第一次都可以成功 所以我们做西点也是要慢慢的循庆间去学习 然后会越做越好 透过事件会操作学习 进而推动食农教育的光丰地区农会 以在地农产业特色规划 包括糕点制作等课程 希望借此让在地农产业教育向下扎根 结合我们的事件的作业组的课程 那我们也推广食农教育 强调亲手做 那从品尝 然后到认识食材的原貌 以及让他们亲自体验手做 光丰地区特色农产丰富多样 高度重视农产教育的农会总干事张明发表示 也希望借由事件会的学习作业 推动食农教育 带领社区孩童认识并了解在地农特产业 记者是玉兰光复采访报道